我们来试一下网络啊 可以听到我声音 看见有人的同学会负一个1 先来确认一下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可以吗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OK是吧 可以是吧 OK棒棒的啊 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关于思维导图方面的一个训练 那这节呢应该是思维导图讲解的最后一节课程啊 就是教大家如何绘制我们的人生越前途 呃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更多的其实是带着大家去进行一些 人生方面的一些思考 呃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们到底应该呃怎么样呃 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也需要我们去行动啊 那当然了人生的改变不会是说 因为一堂课程立刻马上就改变 它毕竟不像是直接动手术 呃但是呢你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啊 所以小伙伴们让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学习 首先呢我先来说一下啊 呃讲到现在大家能不能理解什么是思维导图 就大家一定要理解什么是思维导图 我再次强调一下啊 说一下 思维导图 我之前说了 所谓的思维 大家一定要明白 什么是思维 对吧 思是思 为是为 导图 它是给我们指导方向的 对吧 指引方向的 也就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我们无形的想法 想象 创造 变成有形的一张图 而且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看得多 看得全 可以让我们从中找到我们的方向 哎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思维导图 那思维导图 它到底是有什么用 我再次强调一下 它非常的牛 非常的厉害 但是很多人只能看到表象 你不能只看到表象 你要知道 一切的外在的东西 都是为人所用的 我再说一下 都是为人所用的 这个东西 它有它的用处 大家一定要明白 它的用处是什么 它的用处是帮助大家 当你遇到了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一刻 利用思维导图的这个工具 来帮助去解决问题 明白没有 所以这就是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超级超级好用 也非常非常的 适合每个人去学习 去应用 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 不是只是外在的一个形 但是如果你想用这个工具 那咱们首先 那咱们首先 是不是得知道这个工具 它应该怎么绘制啊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是 最基本的 第一 你要知道 了解 对吧 你了解了这个导图以后 你还需要怎么样 你需要绘画 思维导图 你也得会用啊 就跟你知道车好用 你是不是得去学 你学绘画 思维导图 你还得从绘画 到做 到什么 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到你得是熟悉 你得是 就跟开车一样 你刚才可能开的 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但是慢慢的 你从你学会到 慢慢的 你不断的 特别特别精 你不明白 它需要有个过程呢 所以绘画还不是重点 最重点是 你能够随心所欲 你不明白 就跟开车一样 你可能这边开车 你可能那边还在 就是同步的 完成很多其他事 就你没有再 那么那么的紧张了 所以 这是需要一个 学习的过程 也需要一个训练过程 那第三呢 是什么呢 第三 就是怎么用了 那怎么用 人的大脑 是非常非常牛的 就是当你学会了 一个技能以后 你自然而然 就知道在日常的 学习工作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用 你之所以不会用的原因 是因为 一 你学的时候 就没有完全的学好 二 你在用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去用 所以你会出现 很多的问题 但是当你一旦 学了以后 你学好了以后 从你不会用 到你慢慢 稍微能用一点 到慢慢你发现 用的越来越 如火纯青 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所有的一切的 改变成长 它是需要拥有 一个时间的堆积的 我们看似我们 学的方法 让我们省时省力 省时省力 不代表我们 没做这个事情 我们只是把它 横向纵向拉伸 然后我们是一个 立体的去做 但是我们该做什么 还是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明白 当你把这个思维导图的 底层搞明白了以后 我们再说 怎么学 怎么练 怎么用 明不明白 它需要一个过程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着急 很多东西 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特别简单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 怎么样达成目标 达成目标的底层逻辑 在我们创学营里面 其实这是有专门的一些课程 都已经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下 你们后面在听课 你们陆续都能听得见 我这里面给大家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四点 要讲高效的达成目标 它有四个底层逻辑 首先我们要知道 达成目标的底层的核心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知道 为什么 你达成不了目标 影响目标达成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谈大的东西 什么 哎呀 你为什么不能去减肥 为什么不能去这 不能去那 那都不是核心 我就说最简单的 你今天 你想去 比如说 C 这是一个目标 目标地 对吧 这是一个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对吧 目的地 好 那么我现在在A点 在A点 我现在我的目标 是我要去这个地方 那如果 我去不到这个地方 原因是什么 来思考一下 很简单的 你要去一个地方 结果你发现你走错了 或者你到最后 你没有到达这个地方 什么样的原因 包括像送到外 你的目的地 是这里 但是你没有送到 原因是什么 一定是中间 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什么 那发生了什么 会影响我们的目标 会影响我们的目标 首先第一个 你去思考 目标变了 对不对 目标的问题 因为它只有它 它和中间 那第一 如果它变了 我们是不是就到达不了这里了 所以可能目标变了 那第二呢 可能 我有问题 我在去之前 我发生了问题 也就是自我的问题 自我发生了问题 就我不想去这里 这不是我想送的 这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我自己 自己发生了改变 对不对 那第三呢 一旦我在 我想去这 这也是我的目标 那就在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过程当中 可能遇到了一些 突发的事件 突发状况 突发事件 对吧 各种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 那突发事件 只有两种情况 你看啊 我们来做分析啊 一种情况 所有的突发事件 会导致什么呢 一 让我们 骂 对吧 耽误事嘛 对不对 你可能遇到红刀 你可能突然间这个外卖掉了 你可能突然间这个堵车了 你可能突然间发现 出事故了 前面 对不对 各种各样 会耽误我们的时间 就会更慢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什么呢 突发事件 导致我们这个 中断 直接就中断了 达成不了了 可能中途啊 这个出现不可抗力的因素 各个方面 对吧 你看一般是这两种 那我们发现 突发事件里面 哪怕慢 只要我们想去这里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我不管 不管是说 你给我一个小时送过来 还是一天送过来 我最终的目的一定要来 哪怕你不来 让别人来也行 对不对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这里面 你看啊 咱们先来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 那为什么到 我们自己在做目标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这么多的一些 坎坷啊 会觉得说 哎呀 实际上没有像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 这里面根据我们定的目标不同 我们个人不同 以及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需要的时间 需要的一些能力不同 我们最终会影响我们的目标达成 所以这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是 越简单的事情 越容易达成 举个例子 我想吃个面包 我可能去商场直接买了 你看是不是特别简单 我去点个外卖就可以 就越简单的 它花费的时间越短 而很多人呢 现在认为说 我花短时间 我就想获得这个很难的东西 那它就是不成立的 明白没有 所以在心态上面 大家一定要明白 荷包是墓 胜于毫末 九成之台 起一类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它是有一个累积的过程 它也是有一个刚开始 有个累积也是有个刚开始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看你的目标有多大 你的目标是大目标 那就分解成小目标 分解成小目标 直到分解成 眼前当下应该干什么 离你最近的 这个你 其实点 这个是目标 离你最近的地方 我应该一步一步怎么做 走到这个时候 发现遇到很多的困难 你的眼光心胸 要看到这里 你知道 这些障碍不能影响你 因为你的目标是在这里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仔细观察 从古至今 所有能够 你看到哪怕身边的人 它能够一直以来 所谓的成功 所谓的能够完成目标 所谓的能够做出来 一些事情的 是不是它都有远大的目标 它可能自己说 我没有那么远大的目标 我最想做成这个事情 但是它能够坚持 它能够脚踏实地的 所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脚印 就跟你跑长跑是一样的 所有的逻辑都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 所以 具体到了我们操作层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说老师 李我懂了 这个李明白 一定是你内心真正的明白 明白了之后呢 我们要具体去做 具体做应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四个方面 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四个维度 绝 规 目 策 绝是角色 规是规则 目是目标 策是策略 我们一步步来看 一步步来看 首先 先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目标 比如说我要成为 有价值有用的人 但是这不行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有价值 什么叫做有用 你要具体 明白吧 越具体越好 你不具体 别人不知道 好 思考 什么样才算有价值的人 这就是思考的问题 所以 一定一定 你说 我觉得 年入 百万 是有价值的 举个例子 好 那你就要说明白 年入百万 好 那这是不是一个具体的 行 你要是就是以它为目标也行 那你想要年入百万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那有了我们的核心目标 或者再举个例子 除了这个以外 再具象一点的 比如说考 清华 北大 对吧 清北 举个例子 清北是有价值的 好 你的核心目标是清北 至少它是一个 看得见清晰的目标 还有呢 你觉得 嗯 我想成为有价值的人 我想这个 当医生 当医生是有价值的 当医生不难哦 对吧 你毕业了以后 你也可以去医院实习哦 你还可以具体一下 你要当什么样的医生 对吧 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目标清新 那你说年入一百万 什么样的工作能年入一百万 你去找一下 工程师 还是什么 做买卖 还是干什么 你看看有什么价值 那有一些包工程的 他能年入一百万千万 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有那个价值 他还是希望儿女可以上大学 你看到没有 他认为上大学是有价值的 我这天天跑功力 是能赚钱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价值 你看每个人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你觉得又有价值又意义的 举个例子 我当年 我学记忆方法 09年的时候学 10年的时候 呃 一年的时候 我考上记忆大师 当时我就告诉自己 我就要当记忆老师 我希望把这种方法交给更多的人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这种记忆 感受到你真的很优秀 你真的会很自信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给人自信 给你希望 给你一些喜乐 让大家感受到 哎 确实用这种方法 可以方便的去寄东西 没有那么辛苦 这是我想去做的事情 这是我想做的事 我没有考虑说我要赚多少钱 我也没有考虑说我到底未来要达成怎么样 但是我感受到是当老师 你至少不会那么 呃 不至于 因为老师这种职业 它是随着每年的一个学习 随着你去教学 它一定能力越来越巧的 所以我感觉 首先对于我个人来说 它是有价值的 我个人能学习 能成长 其次 我能够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又能帮助别人 我又能自己成长 我不可能赚不着钱 他顶多说你赚不了 说那种大钱 但是基本的一个生活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同时 我认为当老师这种状态 这种形象 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每个人不一样 那有的人可能喜欢当医生 有的人喜欢当律师 对吧 这个时代 所有的职业 所有的人都有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找到自身的一个价值 好 我只是举例啊 我们首先目标一定要明确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你要知道你去哪里 你终点知道了 你才知道你当下在哪 我们再谈中年怎么去 所以一定要越来越清晰 一定要越来越清晰 你说你考清北 好 你的目标就是考清华北大 可以没有问题 那你是不是得知道 那考清华北大 你觉得是有价值 那你要问问自己为什么 你为什么认为考清华北就是有价值的 一定是你背后你不清楚 因为很多人认为有价值的 很多人认为自己想达成目标 可能不一定是自己真实想要的 很多人考上到大学 985 211 可能觉得 哎呀 这行业也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 有的人可能是被家长去安排的 人生 有的人可能是被社会安排的人生 那到底什么是有价值 有意义的 有用的 你得多问问自己 为什么你要考清华北 你想计较更优秀的人 你想这个学到全国最好的课程 你想去接触到更好的一些资源 还是怎么样 你想要去证明自己 对吧 你要问问自己 那不是说刚考清华就可以了 那考上清华以后你怎么办呢 后面怎么办呢 对吧 你要多问问 那成为医生 那你为什么要成为医生 你想成为哪方面的医生 对不对 你想成为 你想做到什么程度 对吧 一定要多问 为什么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明白吗 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就一定要这样 为什么一定得怎么怎么定 对吧 多问问 多问 才能清楚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了 然后我们再看 那我们的起点呢 起点 你看 当下 分析自己当下的状态 你看啊 决定 我们的目标 你现在要跟着我一起醒 最好跟着我一起醒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可能 首先 第一 我们想 这个当医生 第二 我们想怎么样 第一个当医生 第二个 我们想考清北 对吧 举个例子 你看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可以打到屏幕上 或者是 年入 百万 对吧 好 都可以 你可以写几个目标 写几个目标 好 那这种目标 那我们的起点呢 当下 你当下是什么 好 你当下的状况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想当医生 那你现在呢 举例 决策 对吧 啊 决策 我现在是第一 我可能是一个 大学生 啊 可能学的不是医 可能是医生 啊 可能是学的医 可能学的不是医 但是我的目标 要想成为医生 那你就要清楚 首先你得去学啊 跟医相关的东西 对吧 好 那第二 先确定你当下是什么 你可能是个高中生啊 或者初中 或者是高中生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有目标考清北嘛 对吧 对 然后第三 你可能年入一百万 可能你现在的 当下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当下的情况 可能是年入 十万 啊 年入十万 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 当下的角色 我现在就是一个大学生 或者是一个医学生 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那我要看一下 我想成为的外科医生 我想成为的急救医生 我想成为的一个 这个什么 呃 这个 心脑血管的 或者怎么样 我离他有多远 也就是说 你要判断 你跟他之间的距离 而且你要明确的确定 你的起点 是不是正确的 哎 给我发一个定位 给我发一个定位 我去找你 哎 你这定位准不准呢 你的定位要准 你要清楚 你当下具体是怎么样 你年入十万 你要想年入一百万 中间是十倍的提升 那你干什么 可以有十倍的提升 干什么可以有十倍的提升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现在大学生 对不对 你大学四年 对不对 再加研究生等等 你可能学下来要将近七年的时间 举个例子啊 六七年的时间 你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你要怎么去办 他不是说四年就能成为医生 八年就能成为医生 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医生 对吧 那你考清北 那这属于一个 这个阶段性的目标 我们讲阶段性的目标 因为医生他还不属于阶段性的 就是我去了医院 这可能是第一个阶段 在医院里面做什么 可以成为更优秀的医生 但是分成一个 他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累积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以什么为例呢 我现在以高中 中高考考试为例 对吧 以我们大家学习为例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的目标要考建造师 司法考试快捷 我们当下 我们就是这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和你考试 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要确认一下 我们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首先 初中和高中 比如说我现在高考 对吧 我现在考清北 大概需要 举例啊 大概需要 720分 考清北 好 那我现在呢 模拟考试 我现在是高 高二 对吧 高二 我现在整体 高二快结束了 还有一年的时间 要考试了 对不对 我现在模拟考试 我现在考试的分数是在 590 590 好 我现在模拟 你不能说你每一次都是590吧 你模拟个几次 大概一般情况下三次 模拟三次 这个不同阶段的 每一年不同的考试 对吧 你模拟一个就是近年三次的 就模拟考 对吧 三到五次都行 你模拟完之后 你算一个平均值 你大概的分数 这个中间不会差特别多啊 你不可能差很多 不可能差的特别特别多 不现实 除非哪一年的卷子 特别特别难 但是你也能大概 估一个数 你基本上对于你 自己学习 哪些知识点你熟 哪些不熟 你自己是清车熟路的 很多人学习不好 考试不好原因 达成不了目标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知道 问题究竟在哪里 而且还是那句话 人生成长 光有这个肯定还是不够的 还是要在时间当中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我就是590 590或者是600 就是上下或者585左右 基本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590到720中间差了多少呢 差了多少分 差了多少分 差了将近130分 对不对 差了将近130分 130分的这个差距 一年之内 你要提高130分 你可能就 哇天 有难度啊 偏差提升不了啊 你看 你还没干呢 你就已经退缩了 对吧 那有可能 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在自己的角色当中 你可能就已经去退缩了 就你还没干呢 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已经退缩了 看到没有 你没干呢 就已经退缩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 你说 我拼一拼 我就争取 我的目标就是这 我就看看我行不行 那怎么办 那你需要比别人付出 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辛苦 因为时间是一致的 时间是一致的 对吧 那怎么办 你需要投入更多的思考 我怎么样在短时间内 把130分全部搞定 首先确定了 这是不是你一定要的 如果是我一定要的 那么再确定 咱就解决这个问题 看到没有 先确定 它是不是你一定要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它怎么解决 你不要上来想 它怎么解决啊 为什么呢 你都不确定 这东西是不是你一定要的 你解决过程当中 哎呀考不好那就算了吧 哎呀无所谓 实在不行 清华不行了 我考个 就把我玩摇摇的 实在再不行 我考个专科 这个没有目标 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没有目标 其实就跟一无所有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定一个清新的目标 我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到底要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清新 130分必须搞定 好 那么接下 决策清楚了 你当下是什么情况 590分 我们的目标 清白 对不对 720分 那你中间的距离 差了130分 130分接下来 怎么去完成 就要看规则和策略 看到没有 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同时 你得在规则里面去做 那你要知道规则是什么 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 规定的是什么 那你要清楚 考清华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有哪些规则 举个例子 清北每年招生是怎么招的 清北的所有的专业 哪个专业理你 更想 就是你最想考的专业是什么 那个专业 每年的招生情况是什么 大概的录取分数线是什么 你是不是都要清楚 也就是你要先了解对方 你才能知道知己知彼 清北 你要先列出来 对不对 大概画一个范围 也就是缩短这个范围 最终缩短到 你适合的几个范围 所有的专业 专业专业 你看看你喜欢哪些 你喜欢可能四五个 四五个里面 哪些专业里面的分 包括对你们的手 比如说我聊您的 对吧 也有这个江西的 也有这个 这个全国各地 也广东的 对不对 他针对不同的地域 他的招生比重是多少 你是不是要了解 那如果你说 你感觉你一年 一百三十分 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那你是不得 特尔丘其次 这是第一梯队的 那第二梯队的目标 你是不是也得有 比如说你报哪些专业 可能会更好 因为那些专业可能有特招 那些专业可能这个 对当地的有一些保护 可能这个专业 他分数没有那么高 举个例子 报名的人肯定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你要确定 你到底就是为了考清白 还是说为了考里面 哪个专业 这些就是你要清楚的了 如果你说 无所谓 我考哪专业 学哪专业就行 我的目标就是清白 OK 你随便一个 但是这也是我们以后一辈子的事情 你先考上他 你以他为一个跳板 你再去学别的 也OK啊 也可以啊 明白没有 就是了解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就是 特别得针对你们这个城市 你们这个省 因为他针对每个省 他还是略微不太一样的 而且你还要了解一个 还要了解一个 就你们自己省 他考试的规则是什么 你要明白 你们自己省的考试规则是什么 每个省 他还略微的 考试的内容 基本上一样 除非像北京啊 有一些地方 他可能是有独立券 他不一样对吧 一般的省 他都是一样的 但是 他学的 他的教学 他各个方面 他针对的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你要对这个足够了解 你说老师 我怎么了解规则呀 我是一个学生 所以啊 要跳出思维呀 你要站在老师的角落 那老师要听谁呢 老师听学校呢 你看整个学校发布的 教学方案是什么 那学校呢 听教育局的呀 教育部的呀 对吧 教育局听教育部的呀 越来越往上走 所以你自己去教育部的网站上 你自己去看一看 他整个的要求 他要求说 每一年中学生 高中生 必须要达到的要求是什么 必须要学会的是什么 每一年有哪些重点 高中生 尽量的 有事没事 多上一上这个教育部的网站 你看看人家都有什么 这样的话 你就清楚怎么去学习了 明白了吗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学习 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就是他怎么说 你就怎么去记 明白了吗 所以你把规则要搞定 规则搞定了之后呢 搞定了规则 你说老师 那我还是有一些地方 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清晰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 哪些地方不懂 你就去找能懂的 要不然就是人 要不然就是一些地方 你看看哪些能查到 你在去查找的过程 就是能力提升的过程 明白了吧 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了 就你去查找过程当中 就是你提升的过程 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 了解规则 规则很重要 了解这个规则 规则特别特别的重要 明白了吗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呢 了解完规则以后 我们接下来干嘛 你知道 A点到B点 你在哪 他在哪 你也知道中间有什么规则 我只有 而且你只有一百天呢 你你只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然后呢 你还要知道 中间在 刨出去很多其他的事情 你还有哪些时间 可以为你所用 你这一年之内 你应该 最应该要干什么 最应该要干什么 你都要清晰 你都要去了解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你看 策略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制定计划 针对性的 单点突破 明不明白 根据情况 实时的做调整 一定要记住啊 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再做一些单点的突破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决规目测嘛 对不对 目标知道了 决策知道了 然后呢 规则知道了 策略 也就是最终 你怎么去做 这个策略 其实就是在做 那做的时候 它就不是说完善的 A点到B点 你中间去开设也好 你去做也好 它是变动的 另外了吧 它是变动的 这个变动 有可能会导致 你到达不了目标 有可能会导致 你的越来越坚定 有可能会导致 你可能发现 A 130分 都从哪里来 那你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做点策略了 你刚才是不是 差了130分 那你就要做策略 怎么策略 你要知道 这130分 从哪里来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与数外 举例啊 与数外 然后呢 李宗啊 也好 文宗也好 举个例子啊 你看 你自己看一下 你差多少分 圆 举例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150满分的话 150满分的话 那或者是120满分 都行无所谓啊 举个例子 120满分 你现在只能拿100 100分 对吧 你自己大概要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大的 确定完了之后 你还要确定小的 你小的现在 什么样的情况 对不对 100分 数学呢 可能120 然后呢 你大概也能 只能拿80分 英语呢 120 你大概能拿个 差不多105左右 啊 105左右 然后呢 文宗呢 也好 或者李宗也好 举个例子啊 你哥哥拿多少分 那你就要自己去算一下 你整体加在一起的话 你整体加在一起 整体加在一起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怎么样去考试 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思考的 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非常清晰 自己当下的状况是什么 你不是你呀 你不是只是语言 你也不是只是数学 只是英语 你要了解自己 你要了解自己 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应该怎么学 我应该怎么练 我应该怎么去用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你确定了 我外语 我只有15分的提升的空间 我数学提升空间最大 有40分 我语言的提升空间 大概有个20分 举个例子 你这加起来 是不是就60 70多分了 那你再加上其他的呢 综合分数 你可能还能提个 举个例子 提个50分 对吧 提个50分 那你加在一起 你就知道 到底哪些地方你丢分 那你就要知道 这些地方都有什么 你在哪些地方上 你可能会丢分 那你就要知道 所有的考试的知识点 有哪些 你要知道 所有的考试的知识点 范围规则是什么 明白了吗 也就是我对这个程式 我对这个考试 我对这些东西 是非常非常了解 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 在我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些东西没有问题 我知道哪些不好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精准打击 不是学一大堆的东西 其实学习啊 很多时候是 看起来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实际上面 你也要知道摸哪个石头 到底能过去 你自己大概心里 要有一个数 所以这些会学习的人 其实到考试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考试 怎么学 明白了吧 你不会学的 你可能头大了 对吧 想考试也考不好 然后呢 或者呢 是那种特别特别努力 这个用蛮力 用蛮劲 也没毛病 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人 那还有一种呢 平常不怎么学 但是知道考试很重要 想去学 聪明了 或者我们说 不能算是智慧吧 称之为聪明吧 就知道怎么去考试 知道怎么短时间之内 去解决问题的 那你就要去了解 它整个的方向 那你把整个方向 搞明白了以后 那你后面在学的时候 在记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的容易 明白了吗 很多东西 没有那么复杂 很多东西 都没有那么复杂 非常的简单 我告诉你 就你把这个搞定了以后 你哪怕你后面 无论你中考高考 成功了也好 还失败也好 这些都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自己 从头到尾 你捋了一遍 捋了一遍以后 你后面就知道 怎么去学了 你不再那么纠结了 你也不害怕了 明白了吗 就你知道 应该怎么去完善 怎么去改进了 非常简单 所以我说 你们自己去做 我现在教了给大家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 比如剑刀师啊 司法考试啊 考研啊 快价等等 但是这里面有个重点 一定要找到 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知道 你哪些地方丢分 说白了 你要知道 自己的不足是什么 你哪里不足都不知道 有的人 哎呀我哪都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no 不可能所有的都不足 只是一部分 你要把最核心的 那个大的地方 你给它补上去 小来小去的 露个几个的 到时候再说 然后就开始分析自己 大的不足的 那你要看看 自己现阶段的情况啊 对不对 那举个例子 有一些知识 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才能去补个两分 或者十分 它占比没有那么重的话 那你就不要搞它 你是不是要重点去看一下 你当下哪些东西 是你花这个时间 力气 是有价值的 我花了这个时间 我是放在英语上面 还是放在语言 我放在语言上面 只要我学了 它就能提十分 那我放在英语上面 我可能得学个很多次 它可能才能提个五分 那我说不 宁可这五分 不要我要那十分 你一定要看得更远 看得更全 也就是说 我们最终要做到的是 能拿分的 一定要拿 能拿分的 只要记就能拿分的 不能丢分 那剩下的呢 就是属于一个累积的过程 那累积的过程 它有的时候 其实像思维啊 像有一些数学啊 包括说物理等等 它有的是一些 理科方面的 思维方面的 那你思维转不过去 那你感觉你不理解 对不对 那你可能学的 就不是特别好 那这一刻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 那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 你是不是找老师学习一下 或者呢 你看看是怎么样的 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 那是不是有的时候 我们要放下一些东西 对吧 也就是 把你所有难的东西摊开了 你看看哪些是最重要的 你做一个优先级的排列 你先解决哪些 比如说有五十分的 有二十分的 有十分的 对不对 那你肯定优先先选五十分的呀 那你发现 想要拿这五十分的 你可能得先把二十分的搞定 你五十分的问题 他能解决 那你先解决二十分的 先解决二十分的 你就能够更好理解五十分 就可以把它搞定 最后剩下一些 有时间就看 没有时间就不看 而且有很多东西 他不一定完全去考 对吧 但你要明白 所有的考试 他都是有一个分级的 就比如说 有哪些题型 他是一定考 哪些支点 他是一定考的 他一定会出相关的一些题 只不过他有的是占大的 有的占小的 你比如说他的选择题 对吧 选择题 他每一个题 他都对一个支支点 做一个考验 对吧 那你要看看 他整个选择题 他是怎么选的 所以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明白了吗 很多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难 就看大家怎么去学 怎么去练 怎么去学 怎么去练 所以一步不来 一步不来 明白了吗 不要着急 千万千万不要着急 你急你也急不来 清楚了吗 所以这是第一 这个明白了吧 这个要明白 然后你看 角色 规则 目标策略 这里面还有一点 这个里面策略 还有一个 我要说一下 也就是说 当你确定好 你到底哪些东西 是精准打击 精准去完成的之后 那你就要看一看 你当下有多少时间 你要合理的 去安排你的时间 你说老师 我不会安排时间 没有人不会安排时间的 所有的人都能安排 你把我前面 这些东西搞定了 你自然就知道 怎么安排了 就跟你去一个地方 你想说早上八点钟 不迟到 对吧 到达那个地方 所有的人都能 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是一个天生的能力 所有安排不好时间的 都是因为你根本 就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也不确定 你要花多长时间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几乎是不成立的 所有的人都会安排时间 所有人 所有人 就看你想不想做 想不想干 想不想做 想不想干 150分 已经130分 已经告诉你 从哪里拿 应该怎么拿 你接下来就是做了 你如果连做都不想做 那家伙 对不起 那你肯定搞定 那你是选择 用一年的时间 循序渐进的做 还是最后半年 你说哎呀 我都知道了 我只要去把这个搞定了 我就一定能考清华北大了 开始嘚瑟了 对吧 还剩下最后三个月了 你说那我拼命努力一下吧 来不及 除非你特别牛 特别厉害 对吧 你以前就有这种记忆方法 不然的话 你想一想 很辛苦的 会很辛苦的 所以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你自己要清楚 自己要清楚 为你所用 一定要明白 为你所用 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 学习很多东西 没有那么复杂 学习很多东西 都没有那么复杂 对于你来说 你要看一下 你想怎么学 怎么练 怎么用 明白了吗 OK 那么我们再整体看一下 角色 规则 目标和策略 非常完善 知道你在哪 知道你要去哪里 知道这个规则是什么 中间 你要知道怎么去 对吧 绝规目测 很重要 中间还有一点 知道自己哪些事情 是重要的 哪些事情 是不重要的 作为一个区分 做一个四项线的 一个区分 一定要明白 当你重要的 重要的 不紧急的 不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 紧急的重要的 不断练身体 每一天不学习 你可能130分 明明六个月 可以搞定 对不对 而且非常的轻松 你非得拖到 一个月的时间 好嘛 又着急 你哪知道 中间不会发生 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都说 越早完成越好 其实这个东西很难 这就是人性 所以你能不能 管住自己很重要 我们说管别人很难 管自己 其实也更难 所以就看自己 能不能去做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 好用的一种方式 那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也可以用 思维导图的形式 把它去做一个 整体梳理 你可以把它梳理 最终 你可以用线形的 内容 把它梳理成 这种思维导图的 都可以 那么我看一下 我之前去学习的话 其实了解了一个 追命六问 这是人生的追命六问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现在这个 无论你是成年人 还是一个高中生 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到底 想要去哪里 比如说这六问 都有哪六问呢 第一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为什么想去哪里 凭什么我能去哪里 我怎么能去哪里 就是你问问自己 到底想干什么 问问自己 这里面 给到大家 首先第一个 是谁 基本信心 你是什么 你是谁 对吧 哪怕不是机构 职务 你是在哪个班级 对不对 你现在在哪个学校 你在干什么 最基本的信心 这个其实整个 梳理下来会对着 我建议你们 最好找一个 安静的环境 因为这个挺花时间的 而且很多人 其实是不爱思考的 因为你在思考过程当中 可能会考虑到 以前的原生家庭 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你可能会觉得很头大 但是还是那句话 它一直都是存在的 你要想改变 你必须和自己的过去 做一个对话 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和自己的过去 做一个对话 我从哪里来呢 这个是三个最强的 个性化标签 比如说我是卢飞飞 在非常记忆 然后呢 现在呢 可能三个最强标签 可能对别人来说 就是最像娜娜 记忆大师 非常记忆创始人 对不对 这可能是我的 个性化的一些标签 那我从哪里来呢 你看 你说到时候 我从妈妈肚子里来 它是不同的维度 你看 原生家庭 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 创业经历等等 你可以详细地去了解一下 你从哪里来 你去观察一下你自己 对吧 你父母是 你看原生家庭 父母是怎样的人 你要通过了解 父母是怎样的人 你才能知道 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你通过你的原生家庭 就会发现 你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复制原生家庭 那你能不能超越 原生家庭呢 对不对 比如说他们对你的性格 人品 品格 价值观 思维方式层面 产生了哪些影响 比如说 妈妈 爸爸 举个例子 我爸是属于那种 特别开朗的 就是他哪怕 这个生活 再这个不如意 对吧 他都觉得 哎呀 就是笑看人生那种 我觉得还挺 对 对 他是这样性格的 那我妈妈呢 就属于那种 做什么事情 都会 做一步想食物那种 对吧 他非常的辛苦 然后他们呢 就是从小就告诉我 这个 没事 只要人勤快 饿不死 他们一直以来教育我的 就是只要人勤快 就饿不死 这个怎么都能活 老天爷 我们那边有句话 叫老天爷 饿不死 家家小 只要你想 只要你努力 你怎么都能活得挺好 没问题 这个生存嘛 都是不易的 但是只要你努力 都可以 然后呢 他给予了我更多的 就是一些 其实心态方面的 让我会变得更好一些 但是呢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 长时间 他们在外面摆地摊 给了我的感觉 就是 长时间的不稳定 不安全 就是走走停停 没有那种 安定的感觉 没办法 没办法 是生活嘛 对不对 就是没有那种 安定的感觉 就是原生家庭 举个例子 然后呢 思维的层面 给了我什么样的呢 就是让我感觉 钱很重要 对吧 没钱 粗路难行 有很多的价值观 思想观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 是由何而来 我们这个小家庭 给我们带来的什么 我们大的环境 给我们带来的什么 为什么说家庭很重要 对不对 家风国风 对吧 社会风气很重要 在哪个学校 班级的一个班风 是什么样的 都很重要的 对吧 好 你自己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你别光想 做好可以写出来 还有呢 如何超越 原生家庭的影响 你如何超越的 你是怎么超越的 举个例子 你看我 我觉得说 我不能在外面 去摆地摊 并不是说 这个不好 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不想 在这样生活 我可以通过 学习改变命运 其实说完了 还是学习改变命运 突破阶层的固化 实现阶层的跃迁 那我怎么去实现 我通过不断的 个人努力 不断的去突破 我可能跟以前不一样 对不对 突破阶层的固化 实现阶层的 这个阶层的跃迁 好 那我现在成为了 记忆大师 最像那了 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那你在各个教育阶段的表现 是什么 教育背景 我们看一下 小学初中高中 是学霸 学弱还是学渣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呢 肯定不能称真是学霸 我觉得学渣也不至于 学弱嘛 就是 但是那个时候的学弱 很有意思 就是 我不知道学习很重要 就我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一个 小孩子的状态 觉得还是以玩为主 我不知道学习的 一个重要性 我都觉得 学败 对吧 老师你要我干嘛就干嘛 然后写作业就写作业 就没有那个认知 也没有那个意识 也没有在外面去补过课 都不清楚 就属于那种大脑 智慧还没有完全被开发 也没有被唤醒那个阶段 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的 但是其实他没有 所谓的好与坏 也没有对与错 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开发 我觉得适当就行 适当就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 教育经历 对你在性格 人格 品格 价值观 所谓方式层面 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教育经历 对于你在性格 那你就要问问自己 比如说 我初中 对不对 我想学初中 学习成绩 都不是属于那种 法家都属于中等吧 然后呢 我中端就是去大连去念的了 那这个教育经历 教育的人生性格 人格 品格 价值观 所谓方式层面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中专 其实让我感觉到就是 我可能我找的工作 就不会是特别好了 因为中专毕业嘛 就是一个专科 那你自己都清楚了 你到底能够考什么样 你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它对我有什么影响 它可能让我觉得说 我可能未来的发展空间 特别的短 我不知道自己 到底能成为什么样子 但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想去学一个技能 就当时的感觉 就是人得有一技在手 你得有一技傍身 你没有一技傍身 你不知道你到底 以后能不能生存 也就说白了 你单靠一个 努力 我觉得 它不足以支撑我们 那个时候才慢慢明白 老人说的话 是有多么的重要 就你至少得有一个技术在 你不管有什么技术 你得有一个技术在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你看这都是我们从哪里来 也就是说 是外在的环境 外在家庭 造就了我们当下的自己 据个例子 如果我们被换到了首富的家 可能我们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那工作经历呢 别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 对吧 你是大学生 你就大学的背景 对不对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对不对 你是什么背景 你就自己去写 工作的经历 什么类型 什么职务 许的什么成就 失败的教训有哪些 自己要去反思一下 自己要去反思一下 你创业的经历 有几次创业的经历 对不对 像我 很多次 取得有哪些成就 有哪些失败 对不对 给他分析一下 分析完了之后 你慢慢就知道 你应该怎么去做了 那后面就是 我要去哪里 你都知道你 你要知道你从哪里来 你来看看你想去哪 比如说 我要创办一家 怎样的公司 或者呢 我要去一个 什么样的学校 我想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我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把创业者 这里面替代成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十年以后 你希望人们记住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吧 记住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有专才的 还是商人企业家 还是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说 你一感觉到 你希望在别人面前 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希望你的葬礼 有多少人出席 你的葬礼 他们在葬礼上 是如何评价你的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有人说 老师我这么大调 我就想这个吗 你想想 你就想 你不想想就不想 人生大事 唯有生死 这个东西看自己 好吧 你自己去看 这个话题 很多人不爱去交流 但是避免不了 每个人都会经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为什么要往那里去 我为什么要往那里去 你说你想搞青华北大 你说你想成为年入百万 你说你想成为一个画家 你想成为 你为什么要去 你看我刚才是不是说了 绝归目色 你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创业 作为创业者 痛点是什么 对不对 痛点是什么 痛点是什么 也就是作为学习者 你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说 那凭什么你能去 也就是你确定这个东西 真的你要这样去做吗 野心够不够 你的直觉够不够 说白了能力够不够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精神 有没有学习能力 那我怎么去 你的策略是什么 路径是什么 对吧 绝归目策嘛 就是我说了 角色 规则 目标和策略 你都要清楚 这是我们的追命六万 追命六万 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实现 我们想要去实现目标 而且真的 让我们清晰的了解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自己 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多事情会反反复复的发生 它就像一个电影片段一样 就真的是 每隔三差五的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去上映一遍 去提醒我们 去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这个事不行 我们可能这个东西做的不好 隔三差五的可能就会出现 你发现了吗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不要被外在所蒙蔽 不要被外在所影响 一线它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一线的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阶段 一切都是所有的都是一个最好的阶段 没有好与坏 也没有对与错 没有好与坏 也没有对与错 所以我们要看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看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完成它 所以 所以 我说一下 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整体的 分享是整体的 那后面就是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要拥有更多的技能 我们要拥有更多技能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需要拥有更多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自我进化 自我成长 需要一些个人能力提升 那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 我们需要更好的跟别人去交流 在演讲方面 在写作方面 我们要会写 我们要能够讲 讲能讲清楚 写能写明白 说白了 无论是说 让别人听清楚 还是写 让别人看明白 都能够让别人知道 你到底想要去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跟社会 产生一个好的连接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演讲 我说了 可以增强自信心 抗压 包括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你学完记忆方法以后 如果你想练的话 其实可以练一练 跟演讲相关的一些东西 可以练一练 跟演讲相关的一些东西 帮助自己 在这个方面 有一定的提升 在这个方面 有一定的提升 包括写作 跟写作方面 有关的一些 你都可以去学一下 你都可以去练一下 我觉得这些 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适合的 都是比较适合的 怎么写作呀 怎么去演讲啊 我觉得都还好 然后呢 你在写的时候 在讲的时候 你都可以配合 像思维导图这种方式 帮助自己去梳理 这些内容 没有任何问题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生活的愿景 我们要确定 我们生活的目标 拥有你的愿景 利他思维 责任感 向优秀的人去学习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目标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拥有 持续的学习力 你知道你去学什么 你知道你怎么样 去完善自己 对不对 那我们在日常的学习上面 我们就可以 用心的去学习 我们在工作当中 我们怎么样 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举个例子 工作当中 我们去开会 我们可以提升组织能力 对不对 框架思维能力 我们可以用思维导图 去梳理 可不可以 也就是说 所有你能够感受到 你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 你发现 可能有一些阻碍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方法 来去帮助自己 明白没有 举个例子 主持会议 你能不能把一场会议 组织好 沟通表达 你能不能表达到清晰 对不对 你做管理 能不能把公司管理好 你能不能先把 五个人管理好 然后十个人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以此类推 不复杂 一点都不复杂 所以就看我们自己 你想做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你自己想要做到 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用思维导图 你看书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可以 我们通过阅读 通过书籍 这是我们学员化的 这个思维导图 读书的思维导图 你都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书籍 去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 我正好这周也有这个连麦 包括下周也有连麦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再一次强调一下 学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复杂 学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复杂 关键在于我们的认知思维 我其实每次跟大家去想 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不能只看表象 你不能看说 哎呀我们现在这个 人多学了就状态就好 人少学的状态就不好 这是一个 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无论人多人少 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大家说是不是 跟那没关系 只不过这里面 我们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而影响了我们自己 所以为什么达成不了目标 目标达成不到的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可能受了外界的影响 你觉得受外界影响跟你没关系吗 你说哎呀不怪我 那怎么怎么的 那跟我没关系 那是他走错了 那是他影响了我 哎呀追递不集中 不怪我 是因为手机怎么怎么样 首先 先担起自己的责任 这个事就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拎起来自己的责任 拎起来自己的责任 拎起来自己的责任 没有什么是做不了的 我觉得就是 好的时候别嘚嗦 坏的时候别气馁 就这么简单 只要我们拥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 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非常好 做什么事情都能特别棒 然后这里面我再强调一下 刚才讲的这个环节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你们现在就好把你们每天 因为现在也是说 开年以后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 好好去练习 到底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 到底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才是不重要的 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重要的紧急的 紧急的不重要的 那你看一下哪些 哪些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紧急 哪些是重要的不紧急 哪些是紧急不重要的 哪些是不重要不紧急的 那这些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明白没有 重要的紧急的 立刻得做 你不做的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啊 可能会影响当下的一个进度的一个安排 那你就得立刻马上去干 因为很重要 也就我们日常当中绝大多数 其实是完成这个 然后呢重要的不紧急的 学习成长 因为这个不干就会变成它 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把第二个时间 用在完成这个上面 而且它非常的重要 那紧急的不重要的 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绝大多数人也会花时间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把时间花在了这里 不重要不紧急的 刷朋友圈 刷视频 凑热闹 结果 大量的时间被分散 这里面有个办法 就你的时间被他们占据了以后 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你又失去了你的专注力 你又给别人创造了价值 然后呢 你自己没有收获 你要刷朋友 就要刷短视频 你是为了学习 为了解决问题 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随便的刷 没有目的的去刷 那问题就来了 很头疼的 很头大的 所以你能不能先拿回对自己的主控权 我们要真正要做的是在这个和在这个 这俩尽可能的不做 那你说紧急不到交流二费 交这些 这个就属于插空去干的事情 放松的时候插空的时候去干的事情就行了 这不是说不干 你要想干 也插个空去干 不要把它当成主要的 说白了 配菜 配料 放后甜点 这俩是你的主食啊 不吃主食 天天吃甜点 天天吃咸菜 你觉得你的身体能健康吗 不可能健康 也不能 不可能好的 明白没有 所以 清楚的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 为什么要干这个 你就能慢慢知道 你怎么去干了 还是那句话 心很重要 心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把这个自己去回去做一个 学习吧 你们自己回去去练一下 绝归目测 无论是你自己的目标达成 还是说想考这个好的学校 还是说想要去完成各种各样的考试 其实都可以 然后我希望我陪伴大家的同时 可以帮助大家拥有更多的改变 更多的提升 没关注我的东西 还是要记得去关注我 关注我所有的这个账号信息 特别是这两个账号都是 每周都是有直播课程的 然后呢 飞机家族每周我们都有信息 公布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直播 最近都有哪些安排 有哪些内容 所以小伙伴们 好好听 好好学 好好练 然后呢 愿意学习的同学 我会陪着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一起改变 好吧 简单听话招作 不找任何借口 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我就先到这里 然后下周开始 跟大家分享新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全新的改变 好不好 然后呢 鼓励一家 一直在听我们课程的 小伙伴们加油啊 棒棒的啊 坚持啊 不一定可以让你改变 但是坚持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幸运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有所得 有所提升 好的 小伙伴们 那今天